火在我後面!現場超熱! 我們現在要去道祖神祭 八點要準備放煙火了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前往會場中 道祖神祭是日本三大火把節之一 運動等一下會很壯觀喔 好久喔! 再幾分鐘後就會開始了 好期待好期待 剛剛爆完煙火現在在本代中有點飄雨 現在被卡在中間有很多道祖神祖就是 剛剛42歲跟25歲是一個厄運年 所以他們會有個類似除厄運吧 等一下會有42歲跟25歲的工房站 45歲的人會負責點火 25歲的然後負責滅火 等一下的工房站會持續一個小時 我們現在在等 來記得多算一點 對還蠻冷的因為要在這邊等 現在火已經點起來 台上的人也都已經開始換裝了 我覺得他工房站要開始了 而且我們站在火把前面超大的 火把就在我後面 在這 這次好像很多喔 這次好像很多喔 在這裡 在這裡 好 上 喔 太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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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還好我們來這 他們說的別多動過去 對啊 喔 太帥了 現在火在我後面 現場超熱 喔 太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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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完了道土城記 超酷的 他的會場一進來往這個 他的建築這邊移動 這邊其實還蠻好 靠近的 就比起剛剛那邊 那邊站了太多的人 到側邊裡面這邊還不錯 而且也可以看到很低線的 丟木材 還有在攻擊攻防站的時候 非常的特別 在離海底離海真的很刺激喔 希望大家有喜歡我們的影片 那我們的解責就到這囉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幫我們按一個讚還有分享 別忘了訂閱Youtube頻道 還有開鈴鐺才會有最新影片的通知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囉 掰掰 你剛剛在第一排覺得怎麼樣 非常的激烈 因為他們在前排這邊搶木材的人 都是非常凶狠的在那邊搶 如果你站在第一線的話 真的要非常的保護你自己 因為你有可能會被那些 搶木材的人推擠到 還在第一排這邊 是可以非常有平常感的 你可以感受到他們的一個慶典的氣氛 第一次參加 裝飽